好了然后我们来说期权了 期权的价值评估 首先还是要强调一点 全书没有哪一个章节 或哪一个知识点是你可以放弃的 经常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能不能放 那个能不能放 我爸就强忍着怒火 然后说不能 但实际上我内心是非常的 那个不开心的 不要说放弃 任何东西都不要放弃 包括BS模型 我是觉得全书的东西 知识点都是能够搞定的 人世间好多事我们是搞不定的 很多人是搞不定的 但是一本书是搞得定的 只要你下功夫 你是一定能把这些知识点搞明白的 所以对于真的 这个话不能这么讲 是一个同学说的 同学说老师我觉得拿住块证 对我来说比拿结婚证容易多了 住块的证我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拿到 但是心仪的姑娘 不是我努力就能追得到的 所以住块是你自己的能力就能决定的 其他的一些事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所决定的 所以呢 全书的知识点呢 你就都把它掌握住就好了 有同学说的对 BS你不就是记住个公式就行了吗 参数带进去不就行了吗 所以呢 去年有同学期权放弃了 你看他毁的呀 就差那几分了 他就过了 你说期权不用花很多时间呀 然后我觉得就基础班上原理懂了 把基础班上准备的题做了 然后期权就能拿到分数啊 所以不要放弃哈 然后我们说一下期权的考点 期权到期日的价值和净损益 到期日价值就是到期的时候的执行的净收入 就是到期日价值就是到期时的现金流量 看涨和看跌期权取决于ST和X的关系 然后净损益呢 是到期日的现金流量 取决于他俩的关系 具体是看涨还是看跌以后呢 再减去期权的成本就有了净损益 那为什么期权到期日价值和净损益 客观题主观题这里都没考呢 是因为后面会考呀 你后面考期权的组合的投资策略 然后考后面的二叉数啊 等等都要用到期权的价值和净损益的 所以不是说没有考题 是结合后续来考 然后期权的投资策略 你看期权的到期日价值和净损益 我们是分别讲了四个单一期权投资策略 正C 负C 正P 负P 买入看涨期权 卖出看涨期权 买入看跌期权 卖出看跌期权 而期权的投资策略 讲了有四种期权的投资组合 S加P或者叫做S0加P 现在买股票和一个看跌期权 还有呢 S0减C 买一只股票卖出一个看涨期权 所以抵减了投资成本 比直买股票掏的钱少 还有呢正C正P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同时买入 或者卖出一个看涨期权 卖出一个看跌期权 只有这四种啊 只有这四种 去年的直播班上 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 就可有意思了 说老师这个期权的投资策略里面 他为啥就没有个S减P 或者是S加C呢 然后我说这真有才华 你会问的这个问题 S减P和S加C为啥没有啊 同学们想想 你要是S减P或者是S加C 这就说明你对这只股票 真是碍到骨头里了 先买一只股票 而且铁定不会跌的 卖出一个看跌期权 白挣一个期权费 我认为铁定不会跌 S加C先买一只股票 铁定涨 我再买个看涨期权 你就觉得肯定涨 那你就只买股票就行了 我们讲股票和期权投资组合 是为了建立一种对冲 因为股价可能涨可能跌 我尽可能的就是锁住两边 然后你这是多爱这个股票呀 然后有这两种形式 这不符合风险的投资组合原理 所以就没有这两种形式 只有这四种啊 那么这四种呢 客观体考的不少 然后我们只刷近几年的 1920和21年 有这么四道题目 然后18年呢 有一个典型的计算 得要做一做吧 然后21年呢 有一个计算题 是和后面的二差数 相结合的一个经典计算 尽管这道题出的有毛病 一会儿也说一下 然后21年的延期这道题呢 去年把很多同学 真的是折磨到考完试 久久都心情不能平静 究竟是空头啊 还是多头啊 然后后面根据同学的回忆 然后我们把这道题 也还原出来了 所以不是中主席公布的题目 是根据同学的回忆 然后我们把这道题目 来再把它复盘一下 复盘一下 延期的这道题 期权的内在价值和时间溢价 以及影响期权的主要因素 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呢 是这两个东西 是合起来的一个考点 然后这个考点呢 每年客观题必考 每年客观题必考 所以这部分内容呢 你就花点时间 去把它看一下 因为每年都要考一个客观题 也许你就差着一分 就是救命的哈 所以这个不难 把它掌握一下 然后二叉数模型 二一年有单选题 然后就是刚才说的 二一年那个经典的计算 做一下 然后评价定理 二一年是考过的哈 二一年计算体力有 这里没写 应该也写一下 BS模型呢 09年考过计算以后 到现在多年未考 多年未考吧 你可不能说他不考 所以呢就是背个公式嘛 然后还是把它背一下哈 好 首先呢 我们看考点一期权的投资策略 简单回顾一下 单一投资策略 到期日价值和净损益 买入看涨期权 是ST减去X和02者之间取其大 卖出看涨期权 跟他反的负的 ST减X和02者之间取其大 加个负号 买入看跌期权 是X减去ST和02者之间取其大 卖出看涨期权 是X减T和0取其大 以后加个负号 那这是净收入 净损益 买入的要减去期权的成本 卖出的到期日价值呢 要么是0要么是负 但是呢 加上曾经收取的期权费 好 然后期权组合的到期日的价值 和净损益 我们讲了S加P S减C 正C正P 负C负P 净收入 你记住一句话 就是大小正负 求收入 保护性看涨期权 ST和X取其大 S减去C 抛补性看涨期权 是ST和X取其小 多头对销 二者的差额取正 空头对销 二者的差额取负 那初始的投资成本 分别是S0加P S0减C 正C正P 负C负P 所以净损 一是用净收入 减去初始成本 现在不画图 不讲原理 一讲了又开始讲课了 这是默认同学们 都已经掌握了 所以回顾一下计算 然后我们看一下 21年的这道题目 假公司股价85元 以该股票为标的的 欧式看涨期权的价格8块 每份看涨期权买一份股票 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 X是90元 6个月以后到期 以投资者买了100股股票的同时 出售了100份看涨期权 那说明以投资者现在进行的 这个投资的策略是S-C 其投资成本是多少呢 现在是85块 对吧 85块他先买了个股票 然后他卖出一份看涨期权 他收了8块钱的期权费 抵减了他的投资成本 所以他的投资成本 一份的投资成本是85-8 但是他呢 一共有100份 这是他的投资成本 如果6个月以后呢 股价是105块 那么问你以投资者的 竞损亦是多少 那么股价105块 是超过了执行价格的 他是负C 他卖出看涨期权 他将要承担一个义务 就是正C来行权时 他必须啊 必须按照这个 对方的执行价格 90元去卖出股票 那么90元 90元去卖出股票 这是他将来的一个 将来的一个现金的一个 流入按90 去卖出股票了 但是他的投资成本是多少 刚才说85-8 那一共100份 所以100份乘以 这个一份的净损益 来计算一下 他整体的一个净损益 就这么个题 其实呢 也不难 你习惯分开就分开 然后我就不习惯分开 那我就合起来 然后我把S0-C 当成是一件事 当成是一件事 就是将来呢 股价低于执行价格了 那对方不来找我了 我按照实际的股价 去卖出股票 那如果将来的股价 高于执行价格了 那么我只能按照 执行价格去卖出股票 这是我将来的流入 那么我的投资成本 是什么呀 投资成本就是S0-C 所以呢 可以一次想 你想分开想股票的收益 还有期权的收益 那就多算了一步嘛 所以呢 我是喜欢合起来 然后这样做题的话 只要一个思维就好了 就不用两个思维了 接下来19年这道题 就简单了吧 同时买进 一个看涨期权 一个看跌期权 适合的情形是什么呢 你又买看涨 又买看跌 就希望呢 股票的市价 要么大幅上涨 要么大幅下跌 就怕岁月静好 一动不动 白扔了两份期权费 或者呢 小幅波动 不成气候 也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呢 当时我们讲过吧 正C执行的净收入 正P的执行净收入 最后怎么把它给 结合起来 减去投资成本以后 有了组合的净损益 那我希望呢 股价要么就跌到 X减两个期权费 要么呢 涨到X加两个期权费 以上 或者跌到X减两个期权费 以下 这样的话 我就有了正的 正的这个净收入了 这是一个对钢 左边是贴边的 右边是无限上扬的 因为左边股价顶多跌到0 而右边的股价理论上是无穷大 所以这是一个对钩 左边贴边 右边无穷大的一张图 对 耐克的商标 或者一个对钩 然后这是这道题目 21年的这道题 下列情形适合用空头对桥 空头对桥是 负C负P 那跟刚才就反过来了 就是预计资产的价格 在执行价格附近小幅变动 甚至是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是最好的 图和刚才反的 就是倒三角 倒对钩 左边贴边 然后右边是 趋于负无穷的 趋于负无穷的 加上两个期权费以后 我希望呢 能够有一个正的组合的净损 所以股价一动不动 然后白赚两个期权费 股价跌也行 涨也行 涨幅跌幅 不要超过两个期权费 我也是有正的 净损益的 所以我希望呢 股价小幅波动 甚至不动 好 接下来18年的这道题目呢 就是经典的题目 我们就简单的 把它说一下就好了 上年股利是D02.5 目前的股价P0是60 那么证券分析师就分析 未来的股利增长率 既是8% 必要报酬率RS12% 欧市看涨 欧市看跌 看涨期权一个5块 看跌期权一个2块5 两个期权的执行价格 X都是60元 然后小刘和小马呢 都是拿出来62,500 小刘呢 是S加P 然后小马呢 是正C 花的钱都是62500 然后首先问你 一年以后的一个内在价值 我觉得这道题就出的就 比比较好 然后把这个股票的估值模型 用进来了 而且呢 算的是V1 一年以后的价值 那是第二除以RS 简记 就是用了2017年的那道客观题的考法 那道题大获成功 无数掉坑 所以呢 把那个考法又放到了18年的题目里面 一年以后 内在价值是72.9 如果预测是准确的 那一年以后就是72.9的话 那小刘的净损意是什么呀 那小刘呢 是买了个股票 买了个看跌期权 那如果跌了呢 它行使看跌期权 按固定价格卖出股票 但是涨了呢 它就按照股价卖股票 所以呢 到时候按照72.9卖出股票 投资成本是S加P 60和2.5 一共1000份 所以赚了10400 你也可以分开去算啊 然后小马的净损意是什么呀 那它是正C 那72.9减去60 这是ST减X 是执行净收入 再减去曾经的期权费 有一个5块钱 一共12500份 然后把小马算出来 那如果股价跌到40呢 那对于小刘来说 跌到40 我就行使期权 按执行价格去卖出股票 投资成本是60和2.5 一共1000份 是付的2500 那小马呢 那股价跌了 看涨期权费就白扔了 所以呢 整个损失了62500 因此小马的风险是更大的 S加P 有两个东西 进行组合 是能够降低风险的 比单买一个 风险要小 然后接下来呢 考点2 关于期权的内在价值 和时间溢价 那内在价值和时间溢价 合起来叫期权的价值 叫期权的价值 这个期权的价值呢 其实是从原理 或者叫概念上来讲的 就是内在价值 加时间溢价 其实呢 你真正学了后面的 二叉数模型以后 你会不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期权的价值 C0呀 其实和此时立即执行 跟时间溢价 我们这么来说吧 你要学了后面的模型 你就发现 其实吧 C0是C1 这个折线 根据风险中性原理 是C1折线算出来的 而C1呢 是取决于到期时的股价 上行股价和下行股价 决定了的 CU和CD 然后算出来 C1再倒推的 跟中间的变化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知道终点 然后来求起点 知道终止 来求限制的一个过程 但从概念上来讲呢 那期权的价值 就是其内在价值 再加上时间的一价 随着时间的延长 股价大幅涨跌 那么期权有投资机会 然后所带来的一种价值 所以内在价值 你就记住一个概念 就是 不管是欧市还是美市 不管目前能不能行权 内在价值 你就假设 我假设就是此时立即行权 我的执行的 净收入是多少 那假设我立即行权 如果有正回报 那就是实质状态 立即行权有负回报 那就咱们就不行权了嘛 叫虚值状态 那执行期权是零回报 叫评价状态 也就是要么实质状态 有正回报 那虚值和平值状态的话 那回报都是零 因为投资者就不行权了 总之呢 内在价值的概念就是 你不管是欧市还是美市 因为美市是可以立即行权 欧市是不可以立即行权的 但是我就假设 我就立即行权了 然后看看执行的净收入是怎样的情况 来判断其是失职 还是虚值 还是平值 那内在价值再加上时间溢价 然后就形成了期权的价值 期权的只要没有到期 都有时间溢价 那时间溢价 可不可能小于零啊 同学们 时间溢价可能小于零吗 从理论上讲 不可能吧 如果到期了 那就没有时间溢价了 时间溢价等于零 只要没到期 时间溢价都是大于零的 2021年 这是2021年的题目啊 2021年8月2号 股票的市场价格 S0等于70元 有一个以假公司股票为 标的资产的美市看跌期权 看跌期权 这个期权的价格 P呢是8块钱 是三个月以后才到期 执行价格 X等于75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执行价格是75 这是一个看跌期权 首先呢 有没有内在价值啊 内在价值就是 我假设立即行权 立即行权的话 那看跌期权的价值是 X减去ST和02者之间取其大 那75减去70 是等于5的 执行有正的回报的 所以内在价值呢是5 因为5比0大 因此呢 D就正确了 而价格是8块 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 价值是8 内在价值是5 说明呢 期权价值呢 期权的时间溢价呢是3 然后期权处在实质状态 因为内在价值是大于0的 而期权呢 并不是肯定会被执行 因为还没有到期 投资者还不死心 还想着 也许股价进一步下跌 将来有更多的执行净收入呢 所以不一定执行 这道题目啊 然后接着20年的这道题 欧市看涨期权一个月以后到期 执行价格X等于50 目前的股价ST等于60 这是一个看涨期权 期权的价格C等于12 正确的是 那首先呢 内在价值是多少呀 假设立即执行 内在价值市价60 减去执行价格50和领取其大 所以呢 内在价值呢是10 因此期权是处在实质状态的 而期权价格是12 说明时间溢价呢是2元 那么期权到期时应该被执行吗 谁知道呢 欧市期权嘛 那到期日的股价究竟是涨还是跌 不能够确定 而期权目前呢 也不能执行 因为这是一个欧市期权 我只是计算一下其价值而已 AB没问题了啊 然后接着19年这道题 所以我就对19年的题目呀 就特别的着迷吧 就觉得做19年的题吧 是一种享受 他客观题每一道处的都难 你都得要琢磨琢磨 然后主观题也难 20年和21年的这个客观题 尤其是21年的客观题 经常讲课讲的恍惚的 都觉得是终极 终极比注快真的 难度系数上 注快五个星的话 终极就两个星 21年的客观题就是 讲了讲了就觉得像考终极一样 你看19年的这道题目 贾公司目前的股 股价S0等于20元 现在有X和Y两个都是看涨期权 都是以假公司股票为标的资产的 执行价格呢 X15 然后Y 外期权的执行价格 X是25 X吗 这个有点混了 X表示执行价格 他俩的执行价格 一个15 一个25 到期日是相同的 到期日相同 到期日相同 都还没有到期 都有时间一架 那么 现在呢 X的内在价值 看涨期权 假设立即行权 20-15 确实是5块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Y的时间一架是0吗 只要没有到期 时间一架就是大于0的 所以B是错的 那么 此时X期权的价值 是高于Y的期权的价值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X呢 它是5加时间一架 Y呢 就只是时间一架 所以D是对的 现在股票的价格上涨5元 如果变成25块了 变成25块的话 那么X 它的内在价值呢 25-15 就是10了 10再加上一个时间一架 但是Y期权 就算是涨成25了 也没有高过执行价格 它的价值呢 内在价值还是0 时间一架也还是原来的 所以Y的期权价值 并没有上涨 所以呢 这道题呢 你琢磨琢磨琢磨 就是稍微想一想 AD啊 然后接下来呢 一期年的这道题目 市价呢 是20元 然后有看涨和看跌期权 执行价格呢 都是18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因为呢 现在的S0是大于X的 20是大于18的 所以看涨期权是实质状态 是正确的 而看跌期权呢 此时处在虚值状态呢 也是正确的 看涨期权 时间一架是大于0的 看跌期权的时间一架 也是大于0的 时间一架的 只要没有到期 都是大于0 不可能有小于0的这个情况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下 这道著名的题目 准备好了吗 同学们 准备好了吗 著名的题目 来把这道题说一下 这道题也是考后以后 引起广泛讨论的一道题 然后假公司呢 是一个衍生品交易公司 它专门交易的 就是各种衍生品 就是玩期权的 这么个公司 假公司 你持有乙公司 100万份 看涨期权空头 持有空头的意思 就是假公司 卖出100份 看涨期权 卖出100份 看涨期权 然后假公司呢 是负C 所以呢 这题纯粹就是 准备的都是 4级的英语阅读 结果让你做了一篇 6级的英语阅读 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持有的是 100份 看涨期权的空头 空头就是 卖出看涨期权 然后呢 有同学就读得很顺呀 假公司持有 乙公司 100份 看涨期权 每份期权到期时 可以买 乙公司的一股股票 然后读得很顺 因为平时做题的时候 持有看涨期权 每份期权 能不能买一份股票 它这个意思就是 假公司是卖出了 100万份 这个看涨期权的 假是卖出 看涨期权的人 而假的对立方 持有看涨期权的 那个人呢 就是假是卖出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啊 是到期日 可以买乙公司的 一股股票 也就是一个 一个期权 可以在到期日 买一股股票 按照执行价格 25块钱 然后就这么个东西啊 假公司卖了 它100份 你听懂了吗 假公司就卖 假公司卖了 这么个东西 这么个东西呢 是它可以按照 固定价格25块钱 去买股票的 然后呢 这么个东西的价格 是9块2 然后呢 假公司是 一个看涨期权 收了它9块2的 收了9块2 然后就卖了 这么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到期的时候 可以按照执行价格 25块钱 去买以公司的股票 你现在也没听懂吗 我觉得我先讲清楚了呀 空头是卖出 多头是买入 多头是正 空头是负C 看空就卖出 然后看多呢 就买入 首先呢 这里是空头 空头呢 是指卖出看涨期权 卖出看涨期权的意思 比如说 我卖给你 100张面包券 每张面包券呢 可以去买一个面包 但是我卖给你100张面包券 我卖给你的面包券呢 是可以一张券买一个面包的 并不是说 我买了100张面包券 每个面包券买一个面包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就这么个意思啊 我卖给你100张面包券 一个券可以买一个面包 但是我是卖面包券的 我不是买面包 买这个面包券的 听懂了哈 因为空头嘛 就卖出是负C 然后呢 假公司 你持有以公司100万份 看跌期权的空头 又卖出100万份 看跌期权是负P 然后每份期权又是一样 我卖给你100张面包券 然后呢 这个面包券呢 能允许你按固定价格 将来卖出一个面包 就这个意思啊 我呢 持有了100万份 或者叫卖出100万份 看跌期权 然后呢 人家买看跌期权的 那个对立方呀 他可以啊 在到期日的时候 按照执行价格25元 卖出股票 看跌期权的价格呢 是3块钱 当前的股价S0呢 是30 30 所以现在呢 假公司呢 进行的是一个 负C负P的一个 空头对桥 空头对桥 不是多头对桥啊 不是多头对桥 看清楚空头两个字啊 空头两个字 然后计算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的内在价值 和时间议价 内在价值 看涨期权 假设立即行权 那立即行权股价呢 目前是30块啊 目前股价30块 假设立即行权 看涨期权的内在价值是 S0减去X等于5块钱 那一个看涨期权是9块2 然后买 减去内在价值5块呢 算出 其时间议价是4.2 那对于看跌期权来讲呢 因为股价30是大于执行价格25的 因此呢 看跌期权 假设立即行权的话 会有负回报 也就不执行了 所以内在价值是0 它的价格是3块 说明时间溢价呢 是3块钱 然后如果呢 到期日股价是40块的话 假公司的精损一是多少呀 然后执行价格是25 反正呢 是-C-P 那如果股价是40块的话 大于25 那正C的人就来找假了 那假呢 是-C呀 所以呢 是40减25 然后取其负 因为这是假公司的现金流出 这是他要行使 执行义务了 要到找给人家买看涨期权的人的一个现金流 但是曾经你是赚过两个期权费的 因为你卖C卖P 曾经收过两个期权费 收过两个期权费 所以呢 净损益呢 是执行净收入为负 然后加两份期权费 一共呢 是100份 是负的280 内在价值不考虑 内在价值就是讲的 其实内在价值是立即行权时的 立即行权时的一个回报 立即行权时的回报 其实呢 看涨看跌期权的内在价值 就是讲本身这个期权的价值的 那这个期权的价值是站在这个买的人的立场上来看其价值 然后决定了价格 这个价格有了你卖的人 才能按照这个价格去卖给那个买的人 然后如果股价是20的话呢 那挣批就来找找他了 因为你是卖出看跌期权的人 那买看跌期权的人呢 会赚5块 那你卖看跌期权的人就要给人家5块钱 所以现金流是付 加两份期权费 这是净损 你再乘以100万份 今天讲到几点 今天会讲完第8章的 我觉得9点半肯定是讲不完的 但是也不会超过10点钟的 那么这是空头对敲 预计价格比较稳定 然后就是这道题吧 站在多头的角度算内在价值 然后也就决定了这个期权的价格 也就决定了卖出和买入期权的双方 然后一个收多少钱 一个付多少钱 就像期权的价格是3块 3块钱 我们也不是说站在买方还是卖方 反正价格就是3块 买的人你就付出3块钱 卖的人们就收3块钱 就这个意思 你可以这么理解 站在多头的角度去算内在价值 然后考点3 影响期权价值的主要因素 关于这个知识点 基础办也有详细讲解 我们现在简单说一下 看涨期权的价值取决于ST-X 看跌期权的价值取决于X-ST 当然还有零之间的一个选择 所以呢股票市价ST和看涨同向 看跌是反向的 一个在减号前 一个在减号后 X呢一个反向 一个同向 一个在减号后 一个在减号前 那到期期限越长 美式期权的可行权的机会越多 价值呢上升 而欧式期权只取决于到期那个时间点的股价 期限长与短 与到期时股价的高与低没有必然关系 所以不确定 股价的波动率 那天我还看到有个同学问了个问题 同学们我说一句话 注意听了哦 我说一句话 这句话你是不是理解哈 期权的价值并不取决于 比如说欧式期权 我们只说欧啊 欧式期权的价值 并不取决于到期日股价的期望值 而取决于到期日股价的标准差 这句话 你是否理解呀 理解敲一不理解敲二理解吗 欧式期权的到期日的那个价值 它不取决于股价的期望值 而取决于股价的标准差 你怎么就这么多敲二的 基础班听了吗 基础班上我列了两张表 我还写了两个案例 我还画了两张特别漂亮的图 你们没有印象了吗 我基础班上 你同学们现在在直播间的同学 有听过我基础班这段吗 我基础班这一段 我觉得我今年这块编的两个案例特别好 这是我今年这个重新写的一部分 然后那我现在来给你讲一下 对于看涨期权来讲 ST减去X是不是股价越高越好呀 因为X是执行价格是固定的 你到时候的股价ST越大 然后你的执行的净收入是不是就越高呀 ST减X是不是ST越大越好呀 但是要注意的是影响价值的是股价的波动率 就是这个波动率讲的就是 我并不是这个股价的期望值来决定 决定这个期权的价值 而是取决于波动率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只股票到期日的股价的期望值是50块 另外有一只股票到期日的期望值是40块 期望值就是到期日各种股价的一个平均值嘛 如果你现在买的是看涨期权 你觉得第一个好还是第二个好呢 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我买的是看涨期权 假设执行价格是25块 到期日的股价 第一种情况 到期日股价的期望值是50 第二种情况 到期日股价的期望值是40 一好还是二好呀 你看那么多同学敲一 就说明你这个问题没懂 期望值是股价的平均值 那么第一种情况 这个50哪来的呢 就是有各种可能性啊 这个股价有各种可能性 比如说51块 49块 比如说51.5块 49.5块 反正期望值算出来是50 算出来是50 你的执行价格和 当时股价有各种可能性嘛 但是你这个股价和25 这个执行价格的差不大 这个期望值40是低了点 怎么算出来呢 股价有的时候是80 有的时候呢是20 有的时候呢是120 有的时候是5块 反正呢平均值算出来是40 平均值是比第一个低 但是它股价呢 有高有低 各种可能都有 那你说你要赶上120 赶上80 执行价格是25 你一定赚的是更多的 因此呢 期权的价值并不是取决于期望值的 期望值是个平均值 而是取决于波动率 这个波动率就是涨或跌的幅度 你大涨 然后或者大跌 然后大涨了 看涨期权就值钱了 大跌了看跌期权就值钱了 不管看涨还是看跌的 都希望股价的波动率很大 而不是希望期望值高 你期望值高波动小的话 它赚钱赚的也不多 这个地方呢 同学们 我特别希望的你回基础班去听听我编的那两个案例 也就是说呢 看涨和看跌期权 股价波动率 如果呢 就波动了一次 就大涨大跌 那你去行权都能赚了很多 你小幅的波动 行权机会很多 不是没有机会行权 就是找到行权机会了 也不成气候 赚不了钱 那可能那么多行权机会都赶不上那种波动力很大的那种股价的一次行权机会赚得多 所以同学们回去回去听一听 那个我基础班画了两张图可漂亮了 就是画了吗 宗像巴不得让人看 所以你就回去看一下 然后满足一下我的不甘寂寞的心吧 然后这个无风险利率吗 ST就控制不了 只能决定X 无风险利率呢 当你把X的限值折现出来以后呢 所以X的限值 无风险利率高了 限值就低了 然后限值低了吗 同向反向 这个就不用讲了 预期的红利就是如果要分红的话 股价就会下降 那下降的话对看涨和看跌期权的影响 然后二试题 会导致美试期权 美试看跌期权价值上升的是 上升啊 现在看跌期权 我们把试字写在这 X减去ST 然后美试期权们又可以随时行权 然后会导致这个势子上升的是 无风险利率下降了 无风险利率下降的话 ST我们不知道到期股价是多少 或者随时股价有波动 但是呢 当无风险利率下降的话 你知道我们现在算的是价值 而X减ST呢 是到期的中值 这是一个中值的概念 而我们算的价值呢 是一个限值的概念 那中值要折现 当你无风险利率要是变低的话 X的限值就变大了 那么X的限值变大以后 是不是对于 看跌期权呢 就有利呀 对吧 然后B选项 标的股票发红利了 一分红ST就下降了 那ST下降了 股价越跌 看跌期权就越有价值 而股票价格上涨 这个对看跌期权是不利的 波动率增加的话 哎呀 大涨大跌 这个美式欧式 看涨看跌都喜欢的 好这道题啊 124是正确的 然后19年这道题目 下列条件不变 影响期权价值的各项因素中 会引起期权价值同向变动的事 也同向变动 那执行价格变大了 那对于 看跌期权是有利的 对于看涨期权是不利的 因为这也没说是看涨 还是看跌嘛 无风险利率变大了 那X的限值变小了 对看涨看跌的影响的结果呢 是不确定的 那市价呢 也是对看涨看跌期权影响不确定 只有波动率啊 波动率变大了 不管看涨还是看跌 价值都会上升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期权的价值 并不取决于股价的预期值 而是取决于股价的标准差啊 听懂了哈 然后17年这道题 引起美式的看跌期权价值下降 我们再把这个写在这儿 X-ST 这是看跌期权啊 然后引起其下降的是 股票市价下降了 然后价值是会上升的 这个肯定不选 波动率下降了 然后价值是会下降的 然后到期的期限缩短了 对于美式看跌期权就不利了 因为时间越长 美式它随时可行权 行权的机会就多 你缩短了就会影响其价值 那无风险报酬率降低 X变大了 对美式期权是有利的哈 那所以这道题目选择B和C中间的两个啊 这个也没问题了吧 然后二差数期权定价模型 首先这是21年的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我不知道你拿到这道题以后你会算吗 然后他就问你了 说我要复制一个借钱买股票的组合来评估期权的价值 那首先这道题是不用算的 因为呢 我现在要根据复制原理去评估股期权的价值的话 是借钱买股票 首先呢 你是要借钱的 那带出款项肯定就不对了 肯定是要介入的 而且呢 买多少股票呢 这个套期保值比率是建于01之间的 01之间的 所以这道题在考场上你就看都不用看了 就把A选出来 首先H介于01之间 而且要介入款项买股票 所以就选A了 因为复制多头看涨期权 复制一个正C 就是借钱买股票 借了钱买零点几股股票 对 讲的就是复制原理 复制原理 自有资金 然后加借钱 然后去买股票 所以你算都不要算 你就把A选出来了 但是呢 平时做练习你要算一下的 上行股价 60加上上涨的幅度 20是80 下行股价60减10等于50 然后呢 80和50有了以后呢 执行价格是65 所以股价上涨时 上行期权价值是15 那下行期权价值50 小于60 看涨期权价值为0 套期保值比率 也就是买多少股股票呀 是用期权差 除以股权差 等于0.5 0.5有了以后呢 我们用下行股价 来计算还款额 H乘以SD 0.5乘以50 然后呢 减去CD嘛 下行期权价值为0 然后算出来 还款额是25 因为这道题 并没有告诉我们 无风险利率 因此呢 我们也不知道 不知道借款额是多少 算不出来 因为没有无风险利率 如果告诉你 无风险利率的话 我们再把25呢 进行一个折线 比如说4% 折好线以后呢 就是借款额 就能算出来 借多少钱了 那这道题 你只知道是借钱买股票 就好了 没告诉无风险利率 也就不算借款额了 好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21年这道 重规重矩的 一道计算题 二套卷子当中的 也不是一套卷的 二套卷里面 期权 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然后再加一个计算 你想想考了多少分呀 9分加2分加2分 一共考了13分 这就是放弃的代价 这张学过了13分 就拿到了 如果你考到 去年第二套试卷的话 所以真的有同学 就是放弃 然后就是没过 然后就是说 我要期权学了就过了 当前股价S0 等于60元 一个欧式 一个欧式看涨 一个欧式看跌 执行价格X 都是70 此时的X 就是大于市价的 此时是处在 虚值状态的 所以呢 买了这个期权以后呢 这个买看涨的 就盼着涨了 那么买看跌的 那其实现在 是在实质状态 就是看涨的是虚值 看跌的是虚值状态 看涨的是虚值状态 看跌的呢 目前是实质状态 到期时间呢 有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才到期 是欧式的 在这三个月内也不能行全 期权到期以前呢 假公司不派发现金鼓励 也就是不存在分红 对股价的影响 三个月以后呢 股价或者上涨 25 或者下跌14 这道题呢 出的有毛病 因为呢 上行乘数和下行乘数 相乘是等于1的 但你验证一下 这道题它不等于1 不等于1 并不影响你答题 也不影响你能给出正确答案 但你心知肚明 你知道我在说啥吗 同学们 我先问一下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上行乘数 是26除以60 然后1加上26除以60 然后下行乘数呢 是1减去14除以60 上行乘数和下行乘数 相乘应该是等于1的 但这道题不等于1 不等就不等呗 不影响你做题的哈 然后三个月的无风险利率是0.8% 以投资者买了100份假公司的股票 同时买入了1000份1000份 1000份看跌期权 也就是它是一个S加P的一个组合 然后利用套期保值原理啊 计算一下套期保值比率和看涨期权的价值 然后考到了评价定理 然后相同股票 相同到期日相同执行价格 三个相同 然后由看涨期权C推看跌期权的一个价值 那么三个月以后股价下跌到14元了 然后呢 以投资者的净损意识多少 这题其实真的不难哈 上行股价86 下行股价46 先在60的基础上把这两个东西算出来 执行价格是筛子 其实放在这 所以上行期权价值16 下行期权价值是0 期权差除以股权差0.4 自我检查正确 套期保值比率就有了 那借款金额根据下行股价算 计算比较容易 因为CD等于0嘛 所以B呢 就等于H乘以SD B是18.4 除以E加上三个月的无风险利率 把借款额计算出来 所以期权价值根据套期保值比率是 H乘以S0 然后减去PVB 计算出5.75 看涨看跌期权评价定理 你就记住S0加P等于C加PVX 60是S0P有了5.75加上70的限制 把P解出来15.19 那么当股价的下跌到14元 也就是股价是46的时候 以公司的 以投资者的这个净损意是多少呀 那股价下跌 你执行 按执行价格卖出股票 但你的投资成本是一个股票 一个看跌期权 15.19 减去投资成本 一共1000份来计算一下 那为什么净损意是负的呀 刚才呢我们说 明明看跌期权是当时还处在实质状态 三个月以后股价也确实下跌了 为什么净损意是负的呀 执行价格是70 执行价格呢 是70 你当时的买股票的股价是60 这两个比嘛 好像是正的净损意 但是你看跌期权一份太贵了 也就是加上15.19 你S0加P的这个投资成本 是比卖出价70要高的 所以呢算出来呢是负的 算出来是负的 有同学说看涨看跌期权 评价定理不写这个 直接写这个可以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第八张企业价值评估 这张吧可重要可重要了 2016年以前的那十年 从二 我给你捋一捋啊 从2016年往前数十年 有两年综合题是考第八张的 其他的年份综合题都是考第五张的 这是16年以前 17年和18年这两年呢 管理会计网红当道 1718年综合题都考了管理会计的内容 连个折线都没有 可简单了 就17和18 18年那一年的采管的考试题 真的是很简单 所以有同学 我以前教过的同学 现在也过了 就18年那年没过可遗憾了 觉得那年比较容易嘛 那年通过率也是历史上最高水平 17年18年综合题都考的是管理会计 19年的综合题呢 考的是第十章的赋认股权证的债券 还有呢可转换债券的内容 然后20年的综合题就考企业价值评估了 21年的综合题也是企业价值评估 所以呢第八章啊 还是比较重要的 20年21年大体都考在这 因为第八和第五是容易出综合题的 他把现金流呀 把折线呀等等内容都能囊括其中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 第一个企业价值评估的对象和类别 然后近年客观题考的还比较多 我们把这几道题看一下 那现金流量的折线模型 近年客观题18年考过一个 我们第二章讲过了 历年的主观题分布 17年考过计算 然后我们说如果近三年来看的话 19年一卷二卷各有一个计算题 这个计算题不是综合题 是计算题里面涉及到控股权溢价的 然后这两道题 我在基础班特别详细的讲过 还加了控股权溢价的专题的 所以呢现在败刷我不刷了 但是呢我要跟同学们说 如果没听过的 还是希望你基础班给小陈个机会 回去听一听这两道题目 然后还有控股权溢价 20年的综合题呢 一道题然后我等会会刷 另一道综合题不是公布的真题 也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另外一个综合题 我会安排在习题班的 那21年的综合题是要讲一讲的 这个21年的综合题 是和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合起来有个综合题 那21年新鲜出炉的一卷综合题 然后呢我要把它说一下 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近年还有两个客观题 所以这是本章我们要刷的题目 首先呢考点一 企业价值评估的对象和类别 20年考过的多选题是 目前呢普通股的市价每股20元 目前普通股的市价也就是市场上股票的交易价格 这个价格呢就是这里写的资本市场有效 有效的意思就是价格就是价值 不存在说价格和价值偏离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当股价是20市场有效 说明其市场价值呢就是20元 而且你知道你能看到的股价 都是少数股权在市场上交易的 控制权控股权股东并没有参与交易 如果控股权股东 比如说大张旗鼓的来进行收购啊等等交易 股价是会大幅的上涨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普通股的市价 就是少数股权价值 少数股权价值 那么净资产啊 每股五元这个讲的就是 这个每股的股权的账面价值 也叫会计价值 那清算价值是多少呀 不知道不知道清算价值 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清算的时候 那个现金流是多少啊 所以这道题不能选A啊 然后19年的这道题 两道题目非常的类似 总资产的价值10个亿 然后其中所有权价值6个亿 因为总共有1亿股嘛 所以呢会计价值啊 就是所有权所有者权益的一个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每股的价格25块25乘以1亿股呢 市场的价值呢就是25亿 但是清算价值不知道 谁知道现在清算是多少呢 然后呢也不知道续盈价值 续盈价值可不是资产的账面价值 续盈价值是持续经营和未来现金流的一个限制 所以呢AB不清楚啊 17年关于公平的市场价值的说法 正确的是公平市场价值可以是空股权价值 也可以是少数股权价值不能选 公平价值是未来现金流入的限制 这是量化的角度啊 是正确的 公平价值是蓄盈价值和清算价值当中的较高者 所以也不能选 公平价值呢是整体价值 这是正确的 上课讲了怦然心动的电影 还讲了这个荆轲赐秦王的故事哈 然后这个题就不说了啊 然后接下来现金流量折线模型 18年多选题昨天刷过了啊 虽然这道题放在本章也合适 但是我就不讲了去年三部讲的 然后关于现金流量折线模型 请你听我说 2019年一卷二卷各有一个计算题 一个计算题是百分之百的收购股权的 另外一个呢是增发百分之三十 以达到控制的 然后这两道题在基础班的87讲 刚开始讲的第一题 然后87讲紧接着讲的第二题 第一题和第二题讲完以后 我加了一个专题叫控股权溢价 这个专题讲完以后 我根据19年一和二 还设计了一个第三款题目 第三款题目呢 把控制权溢价的各种情况 全给同学们呈现了 所以呢今天带刷的时候 尽管是近三年的题目 就不刷了 跟同学们说一下 19年的题啊 基础班87讲 希望你去听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种考法以后 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另外呢在86讲当中 我有一个小专题就是 关于现金流量折线模型两阶段 那后续期的起点 是应该选择哪一年呢 然后呢我有模型的推导 告诉你后续期 你可以只要进入稳定增长的那一年 就可以作为后续期的第一年 你也可以把那一年再稳定一下 把它放在第一阶段 然后呢稳定增长的下一年进入后续期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给你分析了原因 然后呢也讲了 如果稳定增长就当成后续期的话 为什么股权现金流的增长率 和营业收入的增长率不一样 我也做了一个解释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说一下 希望同学们回去一下 回去听一下 那我就现在就不讲了 那么我来讲一下20年的综合题 20年的综合题 一卷和二卷有类似性 二卷呢我在习题班 有同学问我习题班什么时候开始啊 然后你看我下 我其实七月份工作很满 然后同学们看到的是 我本周三周四 下周的一三四是真体代刷 实际上我七月份的周末的周六和周日 八个晚上全部都上直播课 被占用了 不是我们这个班次的直播课 是其他的课程 然后所以呢我要等到下周把我们真体代刷 结束以后 从七月十八号以后 然后我会录制习题班的 是录播的一个形式 然后录完以后马上就录串讲 然后后面我会出一个模拟题 这就是大致的一个安排 所以八月的第一周串讲班会结束 然后会出套卷子 应该会在八月中旬的时候 有一个模考卷的直播 习题班 我还今年还没有详细的设计 所以以最后为主吧 然后去年呢 我是分专题来讲的 然后另外还加了一个文字论述 文字论述 然后大致上的思路就是 基础班 还有我现在的真体代刷班 没有讲 我的习题班没有客观题了 因为呢历年真体全部客观题 我在基础班全部都刷过了 所以这个习题班呢 都是主观题 然后主观题当中呢 但凡我在基础班 还有现在真体代刷班里面 讲过的真题 我就不会讲了 但是在习题班里 我会做个链接 告诉你哪一讲第几分会有 然后历年的真题当中 每讲的有价值题目 我会在习题班 然后习题班还会补充一些 我自己编的题目 比如说某个专题 然后历年真题如果没有合适的 或者过时的 然后我会自己补一个 自己放的题目的 总之按专题刷 要保证每个专题 每种类型 我们都要做一道题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么一个情况 去年的习题班 可以先做呀 没有问题呀 就是主要就是 没刷过的真题 和我编的题目 好 现在看2020年的综合题 这是一卷的题目 二卷的题目 在习题班里面会讲的 然后这是一个 制造业的上市公司 乙公司呢 是一家制造业的 非上市公司 然后甲呢 要收购乙了 然后两个公司的产品 不一样 也不是关联公司 所以呢 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 不存在说 同一控制下的这种 非市场交易的一种收购 这是一个市场 市场行为 然后甲公司发现 乙公司的目标客户 是小微企业 与甲公司能有效互补 所以呢 20年年末呀 你要把这事原理阅读理解 所以考的是语文 你要搞清楚啊 是甲公司拟于20年年末 通过对乙公司的原股东 非公开增发新股的方式 换取乙公司 百分之百的股权 以实现对齐的收购 你看懂这句话了吗 是谁要发股票啊 那甲是一 乙呢 是二 是谁要发股票 谁要增发新股票啊 是甲还是乙呀 谁发股票啊 这里面 你把这个题读懂啊 就是乙公司的原股东 手里面是有股权的 这个股权是旧股权 然后呢 甲呢 增发自己的新股票 给乙公司的原股东 也就是让乙公司的原股东 去持有甲的新发股票 那么这是对价呀 你就收到了有价值的资产了 然后把自己对于 原乙公司的控股权 转移给甲 这就是我们会计上学的 以合并形成的 长期股权投资嘛 也就是说 这个甲呢 这个发股票 然后这个 以股票做对价 付给原股东 以换取对于乙公司的股权 你也可以简单的理解 就是甲给了乙原股东的 这个股票 占甲的控股权 可能1%啊 2% 乙的这个原股东 拿了甲的股票 对乙甲也实够不成控制 但是呢 甲付出了自己1% 或者是2%的这个股权 换到了乙公司 100%的股权 因为那甲是一个大公司 乙是一个小公司嘛 就是以合并形成的 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目前呢 甲公司完成了 可行性分析 要用实体现金流量法 来估计乙公司的一个价值 那资料1 先说说乙公司的情况 说的没错 就是甲用自己的股票 换了乙公司的股权 但是甲用自己的股票 这个股票 占甲的股份的比例是低的 但是换来的乙的股权 是100%的 然后乙公司2017年年初成立 运行了4年 现在会给我们17181920 这4年年末的一个数据 好 这4年的数据给你了啊 很简单 货币资金全部都是经营活动所需 都是经营资产 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 然后注意啊 你考试的时候 已经都养成习惯了 一看到这个报表 你就要联想到 因为要构建管理用报表 才能去算现金流量 那么在资产当中 没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就没有金融资产了 货币资金们一看 都是经营活动所需 也就没有金融资产的成分 在这个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里面 然后看到应付账款了 那这是经营负债 是要抵减经营资产 算净经营资产的 然后长期借款呢 肯定是金融负债 这些是关键数据啊 关键数据 那利润表项目呢 我们也要关注一下 然后关注一下财务费用 然后题目呢 就看看对财务费用 有没有说明呀 一看财务费用都是利息支出 所以财务费用呢 都是金融的损 这里面有金融的益吗 没有没看到什么 供应价值变动 或者跟金融资产有关的 投资收益啥的 所以呢金融只有个损 没有个益 就是这个利息支出 其他的呢也没啥了 我跟你说这道题吧 我一会告诉你哈 如果让我今年改一改 我会给你改哪 我一会跟你说 然后现在呢 要求你编译公司 17年到20年的 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和管理用的利润表 添入下方表格 不需要列出计算过程 首先 经营资产 那就是资产减 应付账款 因为你刚才在 资产负债表里面 看到了全部资产 它都是经营资产 你没有看到金融资产 然后呢 有应付账款 一项经营负债 所以呢 这四年都是资产减去 应付账款来算 净经营资产 没有问题吧 这一个 好 然后呢 股东权益是不变的 那么净负债呢 也就是长期借款一项 我们也可以检查一下 净经营资产等于 净负债 加上股东权益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只是传统资产负债表上的 乾坤大挪移 这个项目之间的 变挪了位置的 但是不改变原本数字的 勾起关系 贫困关系都还在的 好 然后呢 管理用的利润表呢 管理用利润表的编制思路 是净利润是不变的 咱把这个净利润 给它超过来 然后呢 税后利息费用 就是这个金融损益 金融损益叫 负的税后利息费用 但是我们可以 把税后利息费用算出来 那税后利息费用呢 是税前的财务费用 乘以一减税率 那这个税率是多少呢 所以我告诉你 我要是挖坑 我给你挖啥呀 你看啊 17年的所得税 196除以利润总额 它是25% 你算吧 202除以808也是25% 这4年都是25%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 坑挖的不到位 如果要让我给你挖的话呢 然后我的所得税费用 比如说2017年是25% 2018年我24% 2019年的26% 2020年的30% 我就能考到你 你懂不懂平均税率是啥意思 这个问题呢 昨天我讲过了 特意算过的同学 就给你点赞啊 昨天讲过了 所得税费用和利润总额 不是25%的关系 这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所得税准则算出来 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改编管理用的利润表 也不能改编原来利润表的关系 原来所得税费用和利润总额 是啥关系 你改出来还得是啥关系 不能破坏了原来的比例关系 所以就年论年 按当年算当年 当然每年都算了 你每年的所得税费用和利润总额 它都不是25%的关系啊 所以呢 每一年你都得算平均税率 算完平均税率以后呢 当年的利息支出乘以 一减缺当年的平均税率 来算税后利息费用 然后净利润呢 加上税后利息费用 然后把税前经营净利润算出来 所以我就跟你说 如果啊 今年初题 给你的管理用利润表 连续给了几年 每一年所得税费用和利润总额的关系 你都得算一算 它不一定是25% 所以如果让我挖坑 我这个地方四年都不相同 然后我得让你四年要重新算 让你要理解 每一年的管理用的利润表 是怎么改出来的 那我刚才讲的这番话 同学们能听懂吗 可以吗 可以敲个一 我就继续了 反正就是这样嘛 能听懂的 也知道说啥的 都会敲一的 不听懂的吗 也就不敲 然后显得大家都懂了 然后我就愉快的就讲下一页了 听不懂的 基础班 还是跟同学们说 但凡有不懂的 不要去问人 有那问人的功夫 自己基础班听听都搞懂了 基本上呢 这个同学们的问题 基础班都能解决 你解决不了的问我 我可高兴了 那是没讲到 然后能督促我进步 但是真的大部分都是能找到的 最后结果 小数点以后两位 但是计算的过程当中 像β系数呀 资金时间价值系数呀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四位 然后呢 假公司就开始预测了 刚才呢 20年以前的数据是已知的 21年 22年以后的数据 就需要预测了 21年 在20年的基础上 营业收入增长20% 20年在21年的基础上 增长12% 从23年以后进入稳定增长 就是4%的一个关系了 关系了 然后呢 下面这句话 我问你是什么意思啊 收购以后不影响正常运转 收购以后你注意啊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和税后经营净利率 然后呢 我按照17年到20年的一个 算术平均值估计 估计出来以后 然后呢 这个利率呢 在以后年份保值不变 你知道这啥意思吗 我根据17和20年 我把这两个比例算出来 这两个比例就适用于 以后各期了 适用于以后各期不变的话 净经营资产的周转率 不是营业收入 除以净经营资产吗 那营业收入增长率 是20是12 那说明净经营资产的增长率 也是20也是12也是4 那税后经营净利率是 是这个 税后经营的净利润 除以营业收入 那么这个比例不变的话呢 那说明啊 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个经营损益 各年也是按照20 12和4去增长的 与收入是同比变动的啊 因为呢 这个比例是不变的啊 好 然后呢 请你先预测一下 21年以后的这两个比例吧 然后我们就得用刚才的 过去的四年的数据来计算了 然后第一年营业收入 除以经营资产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相加除以4 2.4次 税后经营净利润 税后经营净利润 四年的税后 经营净利润 然后呢 除以四年的营业收入 然后四个数字 取平均31% 然后目标资本结构 净负债和股东权益是2比3 说明呢 资本结构当中的 净负债是五分之二 所有者权益呢 是五分之三 税前的资本成本是8% 你放心 放 把你的心放肚子里 考试题目里面 一定会告诉你 如果是税前 会有两个字的 如果没有税前 那资本成本 就已经是税后的了 所以呢 只有债务类的 会有税前税后之分 股权的资本成本 就告诉你资本成本 它铁定就是税后的 因为呢 股利都是税后 根据税后现金流 算出来的资本成本 然后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的条件告知 然后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算股权成本 根据目标资本结构 算平均资本成本 平均资本成本 就是后续计算实体 价值的折现率 这已经告诉你 目标资本结构了 为什么还要加杠杆 卸杠杆呢 你卸啥呀 这里面也没有可比公司啊 你的意思是说 要把原来的这个杠杆 要算清楚 然后这个β系数 是原来杠杆下的 没有没有 它资料3就已经告诉你了 资料3目标资本结构是什么 然后呢把这个系数告诉你 然后股权资本成本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 然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注意债务资本成本 调成税后的 调成税后的 它这个资料3呀 其实就是告诉你 然后以公司 以公司的这个资本结构 是什么 目前的β系数 是什么样子 税率不一样呀 一般情况下 税率不一样 如果真的考可比公司法的话 税率不一样 也是涉及到 加刚耳卸刚耳的 因为税后资本结构 不同了嘛 税后资本结构不同了 好 然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要 编实体现金流量 然后呢 进行价值评估了 营业收入 3450 营业收入 按照20% 12%和4%增长 那税后经营净利润 在2020年的基础上 这个税后经营净利润 是1104 然后 你可以在1104的基础上 增加20% 12% 4% 也可以用各年的 营业收入 乘以不变的占比 净经营资产 也可以用各年的 这个营业收入 除以不变的 静经资产周转率 也可以呢 在20年年末的基础上 去按照20% 12%和4%增长 然后 静经营资产的增加 是年末的 静经资产减年初 然后实体现金流 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静经资产的增加 计算出来以后呢 前 21年和22年 那按这道题来讲 这道题来讲 21年和22年 当成第一阶段 23年就当成二阶段 23年年末的价值 折现到2年末 再乘以2年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也可以 或者呢 按照现在来讲 212223 当成第一阶段 24年作为 第二阶段的第一年 那么站在23年末 把后续阶段价值 算出来 乘以3年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也可以 计算出的结果 是一样的 19年那年的题目 就有加杠杆 卸杠杆 关于那道题目呢 也是有争议的 中助协给的答案呢 是加杠杆 卸杠杆了 但是呢 那道题真的有争议 就是你 不加杠杆 卸杠杆 也是说得通的 对啊 自己19年的真题 就有这个处理的 19年真题 是有这个处理 然后我们 后面 下一次刷题的时候 去说说那件事情吧 好了 然后呢 实体价值算出来了 20年年末的 净债务的价值是600万 然后来计算一下股权价值 计算好股权价值以后 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是以公司的 此时的股权价值了 那你要给人家的对价 要值这个值啊 那么现在呢 假公司 自己要非公开发行股票 要给人家的对价 要价值相当 然后你才能获得股权呀 那么非公开发行股票 按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的交易总额 除以交易总量的均价的80% 那为什么20年考这道题呢 因为2020年的2月14号 出了新金融的规则 把这个非公开发行股票 均价90% 打9折 改成打8折了 门槛降低了 非公开发行股票 更容易筹集资金了 所以呢 这也是考到了 当年的一个新变化 新变化 好 然后这个新规定说完 新规定说完以后 这个定价基准日的均价 是25块的 打8折是20块 所以呢 用价值除以20 等于1260.67 等一下啊 有同学说 不可以乘以20% 对了啊 重新更正一下 刚才说的不对了 我把 我把这道题和另外一道题 给混在一起了 另外一道题呢 说的是 这个税后经营净利率 还有呢 净净资产的周转率不变 在不变的情况下 然后呢 我可以去 将税后经营净利润 和净净资产 然后呢 都乘以增长率来计算 但此处不能 不能的原因是 百分之三十一和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十一的税后经营净利率 以及2.4的净净资产的周转率 并不是2020年的数据 而是20年 19年 18年 17年 4年的平均数 如果呢 我是用20年的税后经营净利率 来计算出 作为2122 23年的税后经营净利率 我用20年的净净资产的周转率 作为后几年的净净资产的周转率 这样的话呢 2122 23年 我的税后经营净利率和 这个净净资产的周转率 和20年保持一致的情况下 那么净税后经营净利润和净净资产 都能够同比增加 但是现在呢 这个31%和2.4 是前四年的平均数 不是20年的数字 所以不能在20年的基础上 乘以20% 不能在20年的基础上 去乘以20%这两项 都按20%去算是不行的 所以更正一下 我把刚才和另外一道题混在一起了 重新更正过了 同学们搞明白了 对不能直接 不能直接乘以增长率 而要按刚才四年平均数的 31%和2.4% 来推后面三年的税后 经营净利润和净净资产 更正一下 更正一下 抱歉啊同学们 因为此处的这两个数字 是四年平均数 不是20年的数字 计算出来的 好了 然后这个更正完了 接下来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里面的市盈率 本期市盈率 每股市价零 除以每股收益零 然后呢 推导基础班讲过 我现在就不讲了 我们是把每股市价零 根据第一 除以RS减G 然后呢 算出每股市价零 再除以每股收益一 推出本期市盈率的计算公式的 就是股力支付率 乘以一加增长率 再除以股权成本减增长率 内在市盈率是 每股市价零 除以每股收益一 然后内在市盈率分子 这里没有一加G了 所以和本期的市盈率 差了一个一加G 那这三个东西就是 市盈率模型的三个驱动因素 其中的关键驱动因素是啥呀 市盈率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什么 增长率 对吧 然后市盈率 每股市价零 除以每股净资产零 本期的市盈率 是在本期市盈率的 公式的基础上 然后分子多了一个 权益的净利率 那么内在市盈率计算公式呢 没有一加G了 权益净利率乘以 股利支付率 除以股权成本减去增长率 这四个呢 是驱动因素 关键驱动因素 是权益净利率 那本期的市销率 然后分子上多了一个 营业净利率 这也就是市销率公式的 关键驱动因素 那关于修正的方法 我现在也不说了 然后基础班讲过 一个是先平均 先平均比率 然后呢 最后一次修正 股价平均法呢 是根据每一个可比公司呢 先把它修正完 最后平均的是股价 同学问了个什么问题呢 你去看一下基础班上 我们的一个推导的一个公式 然后怎么把权益净利率 给抠出来的 然后这三个模型的 关键驱动因素 增长潜力 权益净利率和营业净利率 拎出来 然后呢本期的和内在的 都要会算 21年呢考过一道题目 假公司的内在适应率 内在适应率的公式是什么呀 分子是股力支付率40% 然后呢分母是股权成本 减去增长率 所以代入公式这道题 是可以一下算出来的 然后练习期18年的这道题 修正的平均适应率法 如果做客观题的话 你不需要除以100再乘以100 这个就浪费时间了 但是主观题里面规范步骤 你要除100再乘以100的 那么这道题 修正的平均适应率法 那平均适应率是25倍 然后除以关键驱动因素5% 再乘以加载关键驱动因素4% 然后呢再乘以美股收益就好了 那么做客观题 你这里呢不需要有个100 这里呢也不需要有个100 但主观题要有的 我就要说一下这一点哈 刚才有都说权益净利率 是本期还是预期的 你注意哈 它本来那个分子是什么呀 是D0乘以1加G 这是在最一开始的 那个公式当中的 然后呢 其实是基于零时点来计算的 零时点来基于计算的 因为分子啊 分子是每股收益0 你看 试盈率的模型的分子 是每股的试价0 然后你先不要管分母哈 因为你讲的权益净利率 也是在分子上的 然后试净利模型的分子 是每股试价0 你最后都是要零口径推出来的 所以呢 其实是本期的一个含义 OK 然后呢 接着啊 这道题说完了 18年这道题也说完了 那18年的另一道题 平均的试销率 那平均试销 修正的平均试销率法 然后0.8有了 然后把关键驱动因素去掉 再把我们目标公司的 关键驱动因素加进来 然后呢 再乘以支配价值的主要因素 支配价值的主要因素 这几个客观题没啥 然后我们来讲讲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道题了哈 21年的这道综合题 好了 准备好了吗 21年的综合题 21年的综合题 那个我刚才把推导的过程简化了 同学你到基础班的讲义上去看一下 然后定义是怎么推导出来的简化计算公式 其实是利用鼓励增长模型 来计算美股市价0等公式来把它推出来的 推出来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1年的这道题 最后一道题了 然后我觉得这道题出的也挺好的 假公司呢 是一个电气设备制造企业 目前正在高速增长 然后呢 假公司就想看看自己的股票 是不是被低估了 那么它有两种方法 一个相对价值评估模型 借同类型的那个市价比率 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被低估 或者呢根据自己的现金流量折线模型 来评估一下自己的价值 假公司21年年末 发行在外普通股5亿股 每股市价100元 这个100元就是资本市场给它的定价 假公司现在就是 想看看这个100元是被高估了 还是被低估了 没有优先股 也不增发和回购股票 相关报表项目如下 这个报表呢 还是已经有经验了 就盯那个关键事项 你看资产负债表当中 货币资金一会儿得看看 是不是全部都是经营用的 然后这儿有一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叫啥呀 这是金融资产 应收预付 其他应收存货 这都是经营资产 固定无形资产是经营资产 然后你注意啊 短期借款是金融负债 长期借款是金融负债 而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一般情况下就是经营负债 经营负债 好分析完了 然后呢利润表项目当中 盯着看 财务费用 看看是不是都是利息支出 然后决定一下 是不是纯粹的金融的损 然后你发现呢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只有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会产生公营价值的变动 所以这个公营价值变动收益 这是金融的益 那金融损益 金融损益是金融的损减去益 最后来看这个 筹资付出的代价的 所以公营价值变动收益 肯定铁定上是 金融损益的一个范畴 然后呢 那这几个关键事项 我们要盯一盯 就看题目里的提示 货币资金全是金融活动所需 货币资金都是金融资产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 都是金融活动 这也就告诉你 这是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了 财务费用都是 利息费用 那这就是金融的损 那么2021年 没有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然后公营价值变动收益 刚才分析了 这肯定是金融的益 不可能是金融资产的益 然后因为也没有其他的事项 会产生这部分的损益内容 然后假公司预测 22年23年 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是20% 但是24年以后 就进入永续期6%了 然后我是跟这道题混了 你注意啊 刚才讲这道题混 这道题说的是什么 税后经营净利率保持不变 那么就说明 税后经营净利润 将和营业收入 是同比增长的 净经营资产的周转率不变 那营业收入除以净经营资产 这个率不变的话 那营业收入增加多少 净经营资产 也是同比增长的 那净财务杠杆 是净负债除以所有者权益 以及呢 如果净财务杠杆 也就是净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不变的话 那么净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也都是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 那净负债的利率是维持不变的 那么净负债 如果是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话 那么实际上的话 利息费用也是会同比增长的 所以呢 告诉你维持水平 二亿年的水平不变 就意味着我们刚才上述的这些项目 都将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 而同比增长 普通股资本成本12% 然后可比公司 每股收益1 每股市价15 那么可比公司的市盈率 就是15倍 每股市价除以每股收益 那么可比公司的市盈率 不就要做相对价值评估模型吗 然后期末数代表全年平均水平 然后接着要求1 请你计算一下 假公司21年的每股收益 那么利润表当中 是有净利润有股数的吗 然后用市盈率模型 来评估一下股权价值 判断被低估 净负债的利息率 就是利息费用除以净负债 叫净负债的利息率 这是税前 不是税后利息费用 净负债的利息率 还是税前概念 那么2021年净利润是3000 一共有3000万和500万股 所以每股是6块钱 每股6块钱 那么相对的 可比公司的每股市价15 每股收益是1 所以市盈率 可比公司的市盈率是15倍 那么咱们用目标公司 我们公司的每股收益 去乘以可比公司的市盈率 也就计算出相对价值是90块 现在的价值是100块 所以并没有被低估 而是被高估了 这个没有问题了吧 没问题了 还有问题吗同学 我要跟你说一下 就是要提醒一下 去年有同学把坑掉在这了 净利润是百万元为单位的 单位是百万元 净利润是百万元 3000然后百万元 百万元是啥意思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里告诉你的股数是5亿股 然后5亿股呢 它不是百万元为单位的 不是百万元为单位的 所以3000是百万元为单位的 5亿股换算成百万元为单位 然后算出来每股6块钱 每股6块钱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单位的统一 所以这也是个坑 去年的 去年筑块是单位不统一 然后终极考试是零特别的多 这是去年增加的一个考试的难度 好 然后假公司股票没有被低估 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呢 让你编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不需要列出计算过程 那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净经营资产是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全部先加好 全部的资产呢 减去交易性金融资产的600万 这是全部的资产减金融资产 然后呢 再减去经营负债 也就是经营资产减去两项经营负债 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 然后呢 才有了净经营资产 净负债怎么算的呀 然后净负债是两项金融负债 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2000和400再减去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减金融资产叫净负债 经营资产减去经营负债 叫净经营资产 股东权益保持不变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利润表 净利润3000超好 一般呢 我们根据传统报表 改管理用的利润表的时候 你倒着算 因为净利润是不变的 然后来算下税后的利息费用 那么税前的利息费用 是财务费用就是利息支出的300 200这是损 然后再减去供允价值变动 收益的E 所以呢 利息费用也就是金融 税前的金融损益了 再乘以一减税率是税后的利息费用 135 所以3000加上135计算税后经营净利润 3135 你看啊 净经营资产的周转次数不变 净经营资产的周转率 是用营业收入除以净经营资产的 那这个比率不变的话 分子的增长率是多少 分母的增长率就多少 所以净经营资产将随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净财务杠杆是净负债除以股东权益 这个比例是不变的 那如果净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不变 那说明净负债占净经营资产的比例 和所有者权益占净经营资产的比例也是不变的 因此呢 净负债也会随着净经营资产是同比增加 因此净负债和营业收入也是同比的 那么净负债的利息率 是利息费用除以净负债 这个比例如果是不变的话 那么净负债的增长率是多少 那利息费用的增长率它就也是多少 现在同学听明白了吗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管理用利润表演完了 完了以后呢 要添实体的现金流和股权的现金流 我给你的答案只给了一种 但是我现在呢 做了两种哈 税后经营净利润 税后经营净利润 你在二一年的基础上 三一三五增加百分之二十 二三年在二二年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二十 二四年在二三年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六 那刚才我们推了一串 都是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 所以净经营资产也是按照二十二十和六去增长的 然后当年年末减去上年年末来看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税后经营净利润减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来计算实体现金流 你要注意净经营资产的年初数在上一年的基础上不是同比 所以你此处还是要计算净经营资产的增加来算实体现金流 实体现金流减去债务现金流 可以计算股权现金流 那债务现金流是税后利息费用减去净负债的增加 刚才说了税后的利息费用 你税前如果是同比增长的话 那税后也是同比增长的 因为一减税率嘛 这个也是一个不变的因素 所以呢税后利息费用在上一年的基础上 二十二十和六去增加 净负债二十二十和六去增加 那么净负债的增加算出来 税后利息费用减净负债的增加是债务现金流 然后实体现金流减债务现金流 可以计算出股权现金流 有同学说股权现金流可以用净利润减所有者权益吗 那可以这是这一页 然后我再回答那个同学的问题 利息费用为什么要算金融资产呢 这个就是你对第二章管理用的利润表下面的主要关系公式不熟 管理用利润表下净利润等于经营损益加金融损益 金融损益表现为负的税后利息费用 而这个税后利息费用是一个广义的税后利息费用 它等于传统利润表上的利息支出 要减去各项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 它是一个净概念的广义的一个利息费用 源自于第二章管理用利润表的主要关系公式 好那现在呢 我用第二种方式来计算 那其实呢净利润也是同比增加的 净利润也是同比增加的 因为税后利息费用同比增加 也就是经营损益 金融损益都和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那净利润也是同比增加 20 20和6 所有者权益刚才净财务杠杆不变 净负债同比增加 所有者权益也是同比增加的 20 20和6 那所有者权益呢 用年末减年初算一下 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我用净利润减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算出来的股权现金流数字 一定是对得上的 一定是对得上的 好然后呢 接下来股权现金流的折现模型 因为你把股权现金流已经有了嘛 那第一年第二年分别折现 那么二年末展望未来 从第三年以后进入到了永续期 然后按二年末计算 未来的股权价值 乘以二年期的负利限制系数 计算出股权价值 是百万元为单位的 百万元为单位调整成一元的话 除以五亿计算出每股105.25 所以呢被递估了 这是现金流的折现模型 那后面有一个关于市盈率的 一个优缺点的表述 然后就不说了 要注意的是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有同学说 我要考虑这个所得税费用和利润总额的关系吗 因为这里呢也没有说利润总额 关键是这道题里面后续告诉你不变的比率了 所以我们就根据不变的比率去推算就好了 所以根据题目的条件 随时而至 这叫随机应变吧 好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刷到这里吧 这是五六七八 也是我们任务最重的四张了 然后下周一呢是九十十一十二 其中第十张涉及到的大题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下周三是成本 十三十四十五 最后一天是管理会计 然后现在留一两分钟看同学们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没问题就白白了哈 十点钟了 我可以睡了 你们再学上一个小时吧至少 没有问题了哈 都没问题了啊 平时训练到多少分能通过考试呀 平时训练到一百分 所有的题目都要搞懂 做错的都要搞明白 为什么错了 每道题都把自己当老师 看看能不能给别人讲清楚哈 下周一的题已经上传了 下周一的题已经上传了 然后呢下周三和周四的题 我明天上午做好会给教务老师 教务老师也会排个板啥的 然后呢我估计最晚下周一应该也能传上去吧 就周三和周四的哈 我是把PPT做好了给了教务老师的 然后老师们去排的板 我可以提一下建议 但是他们老师们有专门的排版组哈 可能是不是有固定的模板呀什么的 19年的题是最难的 报价利率不变 负息频率增加 折价债券价值更低 溢价债券价值更高 你要让我解释这个的话 你去看一下今年的 今年2022年的基础班 开始的那一讲 我讲的很清楚 我把19年以前 报价利率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于债券价值的影响 和市场利率 如果不变的话 对债券价值什么影响 就这个问题讲一讲 一两个小时呢 讲得很清楚 但是同学请去看一下基础班 看一下基础班 永远都不要放弃 就永远都来得及哈 好的 可以讲技巧 讲技巧的前提是 基本原理是懂的 基本原理是要搞清楚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说 所以基础班里面 有些知识点 比如说敏感分析啊等等 也都会给同学们讲讲 就是我尽我的可能吧 我也有很多能力有限的地方 就尽可能的能想到的 然后会帮同学们总结一下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同学们加油啊 晚安了啊 下课了哈 写出那个资金时间价值系数 我觉得不写一点七八三三 也没问题啊 这是我 我觉得 基考技巧的话 小博老师有专题的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小博老师讲的 基考技巧的专题 然后再不要说 一听就会 一做就废 多做嘛 听懂了你就多做呀 别的人还听不懂呢 还没法做 你都听懂了 那你比别人还是更进步的啊 计算是最后结果是两位 过程当中有四位 你就像刚才有同学问 为啥税后利息费用 要考虑金融 要考虑供应价值变动 那就基本概念不是很清楚吗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万变不离其宗吧 这个同学说的也对 没有那么多的技巧 原理都搞明白了 就是技巧啊 好了吧 然后那我点下课了啊 同学们晚安 然后我们下周一再见啊 下周一的题目已经上传了啊 好了 拜拜了 同学们